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做人要内外兼备 除了内在美 外在美也不能忽视 正所謂先徑挪衣後徑人 人靠衣裝 如果外表是整潔的話 都會給人一個好的印象 說得對 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 這個原則不僅是套用在個人身上 一層樓的外場漂亮嗎 有沒有翻身 也很影響其他人對於這層樓的觀感 近日我們收到將軍路居民反映 有大廈出現外場滲水的情況 導致外場污漬斑斑 衛生問題成疑 如果這樣當然是嚴重 你住在這裡也不安樂 你經常有水 雖然是水為財 也不是這樣違法 又髒又有蚊子 又有一隻隻東西 那當然是嚴重, 危險 你撈一撈一撈, 會不會… 會一直撈下去, 就不安全 我想是會流入屋的, 最擔心 不是, 你在這裡近海 吹著風, 會滲水很熱 你不弄, 它就越弄越難 那有臭味, 會很難, 有臭味 這裡近海有滋生的蚊蟲 或者是有蟻或什麼 不知道, 蟲類的會飄過來 會自己走進來 我覺得可能會積水 會有很多蚊蟲之類 應該是下雨 或者是天氣比較潮濕的時候 可能真的因為近海 所以才會有這種情況 仔細地看, 牆身還關上青苔 到底這些水是來自哪裡呢 為什麼會令大廈外牆 變得滿目瘡儀呢 Jasmin,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二月樓的外牆 你看到, 但約是五樓的位置開始 就出現比較明顯的深色污漬 一直流下來四樓 甚至到一樓、二樓 其實都是有這些痕跡的 看見除了有污漬之外 也有一些青苔 所以對於居民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其實發現到源頭是為什麼呢 源頭其實都是來自一些喉管的滲漏 所以其實都是喉管的問題 引致到今次的情況 其實自從六月中、六月末開始 就有二明村的街坊 跟我們陸續投訴 就是說而月樓這裡的外牆 竟然是有一些青苔 還有一些污水的滲漏問題 那事件除了是二明村的住戶好關注之外 我知道網上也有些社交平台等等 也有轉載這些新聞 所以已經是變成一個 將軍澳區內很重要的民生問題 有沒有說其實會對街坊造成什麼影響 首先就是從外牆的結構 你也看到那個景觀和顏色都不太好 所以其實人們都會覺得 那個觀感就會差一點點 而且因為這些都牽涉滲漏的問題 還有青苔 大家也很擔心 衛生的情況會不會受到影響 甚至可能影響住戶健康 那相關單位其實現在 是否已經處理這個問題 沒錯 其實房屋處知道這件事之後 其實已經聯絡了承辦箱 在後面已經在做相關的工程 希望盡快找到滲水的源頭 還有做外牆的保養工作 那在這個屋苑裡面 有沒有流雨是出現相同的情況 其實是有的 在我再厚一點的那棟叫做二陰樓 其實在早幾年已經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而且影響是更加嚴重的 因為在更加高的樓層出現滲流 以及一些青苔出現的情況 當時房屋處也有做一些外牆的保養工作 不過也看到可能工作未做得太完善 仍然有些痕跡 淺淺底色的青苔 都仍然殘留在外牆上 希望這次的事件 即是在二月樓發生的這個事件 能夠有一個更加有效的解決 真是可以將這些深綠色的青苔 真是清理得乾淨淨 讓居民都可以安心一點 我們就事件向房署查詢 處方回覆 指已經立即到二月樓有關位置進行視察 並利用紅外線熱象而探測外牆的狀況 初步沒有發現外牆或水管有明顯滲漏 懷疑污漬是由於有關位置的水管 過往污水滲出造成 辦事處已經安排維修承辦箱 亦於七月中開始 利用釣船近距離嵌測大廈牆身 水管及相關配件 過程中如果發現有需要 會隨即安排維修 承辦箱亦同時以高壓水槍清洗外牆污漬 有關工程預計於2024年7月內完成 大熱天時今時今日出街 大家都一定一機在手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是不是小風扇呢 現在出街都看到大人小孩 都拿著一部 他們還要開大風扇吹著自己 天氣這麼熱真的不開不行 我家裡那部冷氣機 差不多都要長開 大熱天時在鬧市逛街 其實都真的挺辛苦 日曬雨林不僅 還要小心這件事從天而降 逛街的時候 會否遇過在上面有滴水 我也會有 通常你覺得那些水是甚麼 冷氣機水 你有試過逛逛逛街 看到有滴水的情況嗎 有的… 通常那些是甚麼水 冷氣機水 你有試過逛逛街 遇到滴水的情況嗎 冷氣機水 不知是否冷氣水 覺得它是骯髒還是不骯髒 骯髒 是呀 很骯髒 會不會都很擔心 有時最怕滴在眼上 你會怎樣做 馬上用紙巾引引 不乾淨 你有甚麼感受 都麻煩的 可能都要回去洗頭 如果滴到你有甚麼感受 出近抹落 而且都不太好 這裡其實外面很多 是 都沒有人發聲 你見到這些情況 會不會投訴呢 少一點 我們走過 沒理由無端端走去投訴人 也不會 都不會了 太多滴水了 投訴不完 你覺得沒用 投訴 你很難追究到 始終可能 整戶的單位 這麼多層 都不知道哪裏滴下來 你會不會投訴 會不會覺得 因為不知道哪裏滴 冷氣機滴水問題 由來已久 多年來都未見有效改善 有見及此 今年5月 食環署在市區多處 採用了新的執法模式 並非只處理個別的投訴 而在遊食環署 根據過往經驗和紀錄 識別出區內常出現 冷氣機滴水的大廈 主動加強巡查 鎖定目標之後 就對同一棟建築物內 出現冷氣機滴水的單位 採取執法行動 提高成效 和減低對市民造成的滋擾 所以市民對冷氣機滴水的投訴 對食環署掌握相關的問題 是很有幫助 你覺得冷氣機滴水的監管夠不夠嗎 應該不夠 應該怎樣可以多做一點 大家可能要多點了解 是不是大廈 或者舊 或者冷氣自己的住戶有沒有維修 這次新的執法模式 其實在以往區議會 都有提出過相關的建議 申訴署其實也就冷氣機滴水的問題 向食環署和屋宇署提出改善建議 希望相關部門 可以鼓勵更多大廈 在進行大維修的時候 安裝冷氣機中央去水管 解決滴水的問題 你會怎樣預防這些滴水的情況 我們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為甚麼初頭會創辦網約紅粉平台 因為其實看到香港人對網約有一個需求 紅色小包其實我可以合法地做這個工作 而我覺得有一個網約平台 應該會提升效率 可以令到乘客、司機 大家都受惠賭 所以嘗試這樣鑽入這個平台 關注民生一線搜查 在檢查看